马来西亚慈吉巴胜之会即将举办岁末祝福 社区志工齐聚制作福慧红包 准备为三千名前来的会众献上祝福 慈吉志工潘苑英已经17年把收到的福慧红包一一珍藏 鼓励着他持续付出 岁末祝福现场 新鼓队将透过鼓声庄严到场 队友们为了培养默契 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彩排 清新宋演艺聚集不同年龄层的志工和母亲一同参与的潘尚泽 虽然只有八岁态度却很认真 平时总会自动自发练习 我是从他身上反而我学到精进 他也不会说妈咪不在我就不要来念 他会跟师父师博的车来念 我就是拿手机找机器上来练习自己练习 就是我们在船舶要用心用心别人才会感兴到 志工认真筹备 以钱成心来迎接每一位出席 岁末祝福的民众 大约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道 大约新闻